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之前呢有路過這個積分戰40萬的這個紀錄喔 那因為新演的角色呢不是這麼多人有喔 如果說你是無課的話呢 那新演的話就是要看運氣啦 那不過呢像脆弱啊還有這個蓄力齁就一定會有齁 蓄力的話呢至少S級的華春10技也有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這個 如果是上脆弱跟這個蓄力齁傷害是多少 因為正好那個上一次啊 就有特別去記錄這個這個這個數字嘛 那我們就做為比較一下喔 不過應該是新演比較強啦 那因為新演是上在這個我方 所以說呢我方的這個能力越強的話呢 新演的加成應該是越強 然後脆弱的話呢是敵方的這個 什麼什麼防禦屬性喔 越高的話呢那個降下來的話呢 就就會越有效 所以說呢我目前是覺得是說 這種新演啊上在我方的BUFF 就是我方越強效果越好 那脆弱的話呢就是敵方越強效果越好 所以說如果說脆弱的話 放在這種比較低等級的這個BOSS的話 應該效果就不會那麼顯著喔 但是不知道啦 我們就我們就試試看了 好那我們就是一樣喔 這個測試的方式呢 就是跟上次一樣 疊兩次無中生有兩次四妹 那我上次是疊兩次六妹的新演 但是這次只有疊兩次四妹 然後呢專注力也是兩次齁 自己加自己的這個爆傷 然後呢呃再來的話是開這一個 開這個什麼呃火 火的這一個陣齁 然後呢火陣的話兼降火防 啊這就是跟上次一樣啦 只是說這一次多了這個蓄力而已齁 看看說這樣的傷害是多少喔 好那我們就直接打吧 好開OD齁 喔少了新演喔少了新演不對耶 少了新演的話呢那個什麼 會會的傷害也少很多耶 這樣子我破盾 我就會多消耗一些可能 可能攻擊次數之類的 好那我們大災難喔 然後也是一樣喔 降一次防就好了 好就這樣子喔 哇可是可是我覺得這個500萬是 是差在那個會會齁 因為當時會會也多上了兩層新演 所以說會會的這個傷害其實就已經很高了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說這個脆弱的部分喔 好雖然說呢這個呃 會會的攻擊力影響 不過也可以知道說 會會上了蓄力跟會會上了兩個新演的這個傷害力呢 還是有明顯的差異喔 好那一樣是到了這個第八回合 然後我們一樣齁 那但是呢這一次呢 我們要上兩個脆弱齁 上兩個脆弱 那我們先確認一下喔 好那個攻擊力上升兩次 然後專注力兩次 無中生有兩次 好你的事情已經做完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呃 要多上個脆弱齁 我們來看看齁 兩次脆弱的效果是如何喔 好我們就這樣子齁 脆弱 那另外的話呢 沒什麼事齁 就普攻吧齁 就普攻吧 然後等一下呢也是一樣齁 這個會不會打一次防禦力 然後呢再疊第二次的這個脆弱 應該 呃 畢竟蓄力只有一次嘛 那脆弱兩次 然後新演是兩次 所以我覺得脆弱兩次的話 應該效果會好 呃 好沒關係沒關係齁 反正都是都是齁 影片 影片我來打齁 反正我們這邊就是直接剪片段就好了 好這樣子 兩個脆弱 一個降防 好 差了 差了三百多萬齁 那我覺得就是差火灰灰那麼一點點啊 好 分數差不多耶 差個兩萬多 好再來一次再來一次齁 沒有打好再來一次 好一樣是到了這個第八回合 剛剛有個動作做錯了齁 不過就是一點點啦 應該是先打脆弱 然後呢再打這一個火陣齁 齁 那就一樣齁 就是這個樣子啦 OK 然後確認一下這一個 我們的這個百合齁 兩個兩個兩個齁 都是兩個了 OK好老樣子 其實這個傷害可能是差在這一個 會會齁齁 嗯還是兩個星眼齁 會會打出來的傷害比較大喔 好這樣子 然後呢一樣齁 那我們就上脆弱 降一個防禦 一層防禦 好大災難 剛剛是八百六十萬吧 對不對齁 好看看這個樣子齁 會會多打一點點 效果如何呢 欸 浮動值啊 八百五 好像好像是沒有差齁 所以兩層脆弱跟兩層星眼 其實其實差還是差蠻多的啦 齁這樣子 好 四十七萬 OK 好 無Break獎勵 這個回合最大傷害值這邊 就少了一點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看齁 今天的每日工作呢 看你是要打這個活動啊 還是什麼 但是活動的話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會有這個 欸 三倍獎牌的活動 所以說呢 我現在的話呢 我可能都會去挖 挖垃圾 挖垃圾 這應該是沒有劇透吧 我只有錄那個挖垃圾的部分喔 好 在這個晶片的部分呢 之後呢 總是要把這個東西都換成這個耐久晶片嘛 就是V 這是第五級 體力跟精神加5 那現在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用體力跟精神加3喔 所以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多加2 然後呢 你在第四章的後篇齁 就是跑那個主線地圖的時候呢 你會撿到這個加9的 不論是加9的這個靈巧啊 還是加9的力量 我應該都拿到齁 一共是6個 那這個的話呢 可以參考網站上面的那一個攻略喔 那另外呢 第四章的最後一關的那個地圖很長 很長 有三個地圖 然後呢 這個因為delay又很強 所以說你可能這個 就跟跑寶珠迷宮一樣 這個招式會用光光 但是沒關係齁 第四章最後面的那個地圖呢 它有它有那個傳送點 所以說你可以就是 就是結束齁 退出去之後呢 只要碰到那個傳送點之後呢 退出去 然後呢 再回溯過去齁 再回到那個地圖上面去 就可以利用這個傳送點去跑了喔 好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去跑一下這個垃圾堆吧 看看我這個 欸 三點體力呢 運氣是如何喔 好 那這個就是跑垃圾區喔 我通常的話呢 就是 唉唷 手錶的話賣比較多耶 通常的話呢 我都是直接走比較近的 嗯 兩個手錶耶 這一次齁這個幣賺的比較多喔 因為我現在連釣魚都懶喔 因為釣魚的話呢 你就是釣到那一隻傳說中的白帶魚齁 拿到那個CG圖案就好了 就是你釣到這個傳說中的那一條魚啊 還可以再多獲得100石英喔 有一個那個魚的種類 我每次啊 應該說我好幾次齁 都是連續走這個上面 因為這個最近嘛 結果呢 都是到第二關才死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到底是齁 是有這個規律還是怎麼樣 看一下喔 欸 奇怪我錄影的時候呢 連續走兩次上面呢 這一次又 又可以走到第三關喔 應該總共就是五關吧 好 我們再看一下齁 還可以嗎 哎呀 結束了齁 結束了齁 好但是不錯喔 這一次的話多跑一關齁 我之前都是第二關就掛掉了 好多獲得一個這個寶珠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已經滿了 你的釣竿是 30級就已經結束了 但是 到了30級之後 他會轉成這個金幣嗎 哦 所以說呢 就是 呃 等你的釣竿升到滿級之後呢 你最後面獲得的這個東西呢 也是可以換成 換成那個公正幣齁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覺得 現在沒什麼事情的話 乾脆就 就把體力浪費在這個地方吧 因為其實我的角色齁 等級都已經練滿了 那如果說你 你一些其他的其他的角色 你等級還沒滿的話 你可以去打這個活動人進戰 可是呢 我已經把其他那些就是沒有用到的角色 等級都已經拉到這個滿級了 所以我現在打活動人進戰 當然為了那個獎牌啦 還是可以再多獲得一些資源 可是總覺得是有點浪費 我想等到這個三倍的時候再打 不然等到三倍的時候呢 我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打了 所以我現在體力就去挖這個 挖這個垃圾齁 然後換一點錢 然後去買那個 耐久的這個晶片齁 好那我們就齁 這個第一趟是這個樣子 這是第二次齁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那應該就是全隨機吧 那我就是走最近的齁 最近的話就是上面了 因為往前走的話 就是有一個往下的 一個往右的 不過這個看網友分享齁 都是隨機的 那我們就直接齁 直接往上衝吧 哇結束了齁 這個好爛喔 好就這樣結束了齁 第二次這樣就結束了 我覺得你可能進去的時候 系統就已經幫你這個 算好說你可以走到第幾層了 好這是第二次齁 好這是最後一次了 看看說這一次的運氣是如何 這是第三次了 好我們一樣齁 直接點上面最快 好一堆的小蚯蚓齁 好現在 現在生命力就直接這樣浪費了 好看看如何齁 哎呦不錯不錯齁 好至少第二次 獲得了沙蟲 兩個沙蟲 我們又要釣魚了 好繼續往上 好這樣第三關 還還可以嗎 哎呀結束了齁結束了 好吧 好結果還是在第二層結束齁 OK 好那我們去商店買東西吧 好然後再來我們來找個大姐姐買東西喔 好因為我有三個力量的這個晶片 所以說攻擊晶片的話呢 其實你只要有一片 這樣就四個就好 可是有的時候你會用到兩個攻擊手 所以說可能是需要總共 八片齁 那再扣掉那個原本的三個加九的最好的呢 所以說我這邊只要五片就好 五加三等於八嘛 這樣子我一個隊裡面有兩個攻擊手呢 就夠四片齁 好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就已經有五片齁 基本的這個五級的攻擊晶片 再加上三片那個紅色加九的 那剩下來呢 就無腦買耐久吧 好那剩下全部都買這個耐久晶片喔 好再買五片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慢慢把那個耐久晶片四給淘汰掉 好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掰掰 拜拜